好热啊 好热 哈哈哈 好凉快 真舒服 这孩子 一回来就吹空调 当心感冒 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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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热吗 呵呵 刚出完汗就 吹冷风 快感冒吧 让我吸收更多黑暗能量 看我的 玻璃璃 在街的时候 小警师又调皮了 玻璃璃一定是魔王在捣乱 快去看看 等等我 看来是有些伤风感冒了 不让他流汗的时候吹空调偏不听 玻璃璃 小狮身上有魔王的气息 我们赶紧去找李时珍爷爷 玻璃璃 百草仙境 情况我都知道了 我已经想到对付魔王的方法了 不过还缺乏一味白纸精华 白纸 又不写字 要白纸做什么 是白纸 不是白纸 不一样吗 哎呦 愁死我了 我说的白纸是一种多年生高大草本植物 喜欢生长在气候温润的环境中 对风寒感冒鼻炎有一定作用 顺便说一句 我特别喜欢吃白纸炖鱼头这道菜 那味道啊 真好 我们别管李时珍爷爷了 快去找白纸精华吧 波铃铃 好主意 本草钢木会指引你们的 软软腰 哎哟 大王 人家这要去倒垃圾呢 嗯 不错 倒我垃圾再去阻止 呃 你要扔掉我的宝贝 这破东西算什么宝贝啊 嗯哼 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留下来的西西海螺 只要你叫草药精灵的名字 对风一答应 金华就会被吸走 啊 好棒啊 借给人家用用吧 不成 我要当川家宝的 嗯 嗯 哎哟哟 哦 洒王好小气呀 呃 人家就用一下下来对付淘本仔 一定要拿回来啊 我最喜欢大自然的味道啦 谁 嘿 白纸们 我们只是来借用白纸精华的 嗯 原来是曹本仔你们来了呀 不过你们得等我夜跑跑啊 吸收了足够的大自然味道 这样才能成功释放精华 玻璃璃 那我们陪你一起跑吧 好啊 看谁跑得快 喂 等等 他们真慢 好热啊 这时候要是有股凉风就好了 草本仔和野生无在 这倒是个好机会 这有什么难的 人家来帮你 你是谁 怎么帮我 人家是春风姑娘 人家叫你的名字 你只要答应 人家就能给你凉爽的风 哇 太神奇了 看试试 嘿 白姐妹 哎 我在 好凉快 好舒服 啊 啊 切 怎么回事 为什么闻不见味道了呀 嘿嘿嘿 因为人家用西西海螺吸走了你的精华 让你失去了嗅觉 你 你这个骗子 白姐妹 等等我们 哎哟 是野生他们 这个法宝不用一点小手段 还真不能对付草本仔他们 人家又先撤退了 哎 我的腿快抽尖了 谁让你平常运动不足的 谁让你平常运动不足的 嘿嘿 我的精华被一个奇怪的女人吸走了 嗅觉也不见了 没法释放精华了 esperrin rin 有点 热情让崽崽想想办法 对了 薄荷梅的味道 也许能刺激白姐妹的鼻子 让它恢复嗅觉 这样就能补充精华了 我 我们快去找薄荷梅 哈哈 人家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人家还要抢到要精石呢 事情就是这样 薄荷妹 你能用薄荷味道 刺激白纸妹 让她恢复嗅觉吗 我试试看 薄荷妹 我在 谁在叫我 其然 我的薄荷的味道没有了 那是因为 你的薄荷精华 被人家吸走了 不灵灵 是软软妖 竟是她吸走了我的精华 让我失去了嗅觉 果然是你在捣乱 是人家又怎样 看着 让崽崽来对美 人家突然忘记你的名字了 是叫 曹本崽吗 薄荷莉 没错 怎么回事 我不能飞了 人家又吸吸海螺 吸走了你的精华 怎么会这样 明白了 是她叫我名字 我又回答 才被吸走精华的 可恶 看我来对付你 哎呀 这不是酷哥眼生吗 没错 就是 眼生 别回答 药精石里面的精华 会被吸走的 哼 多管闲事 看着 现在没人能帮你 乖乖把药精石给人家吧 现在怎么办呢 对了 那个海螺吸收的精华 似乎会变大 如果再吸收更多的精华 会怎么样呢 眼生 让蕊蕊要吸收药精石的精华 你没开玩笑吧 听我的 不行 这才对嘛 帅哥眼生 干嘛 别烦我 人家成功了 看我呢 我的精华又回来了 好机会 超级组合登场 百草精华 为我所用 跳 哭铃铃 好本精灵 出京 人家不要玩了 你对人家 怎么可以这么粗鲁 你们怎么样了 我的薄荷味又回来了 还有花香 我的绣爵也回来了 火灵灵 太好了 以后 我可不要在运动后就吹风了 否则又可能上了坏人的当了 酷 我们赶紧完成配舞 阻止魔王 好不好 嗯 时间紧迫 我们开始配舞 钥匙同源 健康支援 火灵灵 天元合影 怎么我有处不祥的事啊 我就知道 大王 您没事吧 我的海螺呢 在这里 猎祖 我对不起你们啊 小致 以后可不能一身汗 就吹空调了 要有毛巾擦干 否则又会感冒了 我懂了 耶 大成功 周末爸爸妈妈要去加班 小裴乖乖在家 别忘做功课哦 小熊 只有你会陪我 可是你却坏了 我一点也不想做功课了 小裴 你怎么没写作业 你不听妈妈的话吗 小孩子 自由委屈不说出来 憋在心理时间长了生病 我就能吸收黑暗能量啊 该我看吧 是宰宰先看的 伯琳琳要给使用反应了 草本仔等等我 彭院长 小裴这眼睛红红的 有时候还会痛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通过刚才的检查 应该是 其余化火导致的眼黑眼痛 魔王又在吸收黑暗能量 伯琳琳琳 我们去找李师爷爷 伯琳琳 伯琳琳 百草仙境 伯琳琳 超级英雄眼神最远行 伯琳琳果然帅不过三秒 许笑 眼神 快起来 李师真爷爷 你在我脚底下做什么 我在找草药 谁知道你们从天而降 伯琳琳 李师真爷爷比魔王还鼓鼓 在在啪啪 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这次对付魔王还需要一位 夏枯草精华 夏枯草 草怎么能被夏枯枯呢 夏枯草为多年生草本食物 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它可以清热泄火 明目散结消肿 对上火引起的木质有一定作用 和桑叶菊花一起泡茶也不错 哭 我们去找夏枯草精华吧 伯琳兵 奶奶同意 去吧 本草岗雾会指引你们找到它的 又想和我作对 软软腰 快去给我阻止他们 大王你好坏啊 这么好吃的饼干居然藏起来 不给人家吃 你吃了 别别别靠近我 你讨厌人家了 你吃的是不让你靠近饼干 只要吃一口 五分钟内靠近你的人都会被弹开 眼睛还会变红 这个饼干真不错 人家拿去对付草本仔了 有 酷 找到夏枯草精灵了 波琳琳 我是曹本仔 我们想借用夏枯草精华可以吗 别哭 用什么我们可以帮你的 是 怎么回事 波琳琳 我知道了 它是因为花枯萎了 才难过的 那怎么办 宅宅记得 在桑叶妹那里 好像看得过一样的花 酷 我们去找桑叶妹拿四色花 哎呀 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得到夏枯草精华 要怎么做呢 这个不让你靠近饼干 可以派上用场了 四色花 我的心事只对你说 可是你却枯萎了 我好想再要一朵 这是哪来的饼干 伤心的人儿 吃下这愿望饼干吧 你的愿望就能实现 真的吗 你是谁 在哪里 人家是愿望仙子 你快吃下它吧 再见了 吃了它 草奔崽他们 就没法靠近你 也拿不到精华了 谢谢你 愿望仙子 愿望饼干 我的愿望 是能再得到一盆四色花 妹妹 谢谢你愿意一起来 是啊 打扰你制作桑叶饼了 没什么的 我希望 能教会夏枯草 培养四色花的方法 怎么眼睛有点难受呢 是四色花 我的愿望实现了 夏枯草 我给你带四色花来了 你怎么躲开我了 夏枯草 你真是 夏枯草 你怎么把它们推开了 我 我没有啊 还说没有 我好心好意给你找到四色花 你还推人 可恶 我生气了 口头 气死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火该 波琳琳 夏枯草身上似乎有骨排气力量 对了 这是我为了能吸引残宝宝不乱跑 而特别培植的吸引桑叶 吸引桑叶 或许吸引桑叶的吸引力 可以抵消这股排斥的力量 夏枯草 你试试看 好的 也许它不但抵消排斥力量 还可以让我眼睛不再难受了 这次应该没事了吧 怎么没有用啊 也许是吃的还不够 啊 软软妖 帅哥好久不见了想人家了 这声音 你是愿望仙子 波琳琳愿望仙子 就是他给了我愿望饼干 好啊 软软妖 又是你在捣鬼 人家只是给了他不让你靠近饼干而已啊 原来你骗我 谁叫你那么天真 啊 啊 咬金石 不好 妖精石 妖精石 是我的了 彩彩不同意 嘿 嘿 啊 哎呀 还挺灵活 我来帮你们 嘿 别多趣 你会 啊 好啊 真是帮了人家大忙了 人家先走了 小姑嫂 快把所有丧业吃掉 大家快躲得奄奄的 吃那么多丧业 自暴自弃了吗 啊 啊 怎 怎么回事 都无力量的吸引我 狗铃铃 你的计划成功了 吸引桑叶起作用了 人家不要被吸过去 酷炮机会 超级组合登场 好 白草金黄 唯我所用 我灵灵 朝粉精灵出清 人家最讨厌你们了 小姑嫂 你再吃一点 不让你靠近饼干 中和吸引桑叶的威力 就能复原了 好 谢谢你们 我要是早把心里的事情跟你们说 也就不会出这么大问题了 波铃铃 你以后要有不开心的事 就和崽子说 我们会帮你的 嗯 酷 我们赶紧完成配舞 阻止魔王吧 好 时间紧迫 我们开始配舞 药食同源 健康支援 波铃铃 天人合一 似乎是成功了 别以为我每次都中招 这只祸虫天家了 以后有委屈 不要憋在心里 对身体不好 以后要和孩子多交流 别总是忙着工作 嗯 您说的对 宝贝 妈妈误会你了 妈妈会帮你把小熊修好的 谢谢妈妈 耶